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家乐窗帘赞助的打工租聊房产 那在这一这一个环节当中呢 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怎样用网上的一些工具去帮助你房产投资 那在第九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请到了市政府认证的这个土地分割专家 来给我们讲了讲土地分割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讲到了一些当你在分割过程当中 你所需要注意的一些基础设施的这些问题 那我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怎样用市政府的这个叫做geomap的这么一个工具 去查一查这个房子是不是在洪水区 还有这个房子的一些比如说它的洪水管道呢 或者说一些污水管道 是不是你可以在这个这块地上很容易的去连接上 那我们先看一看怎样去找到这个市政府的这个公这个这个地图呢 那我们去再找到google 那我们在google上去点这个Aukan console的geomap 然后我们去点击一下这个搜索 那我们就点击这个第一个这个搜索结果叫Aukan console geomaps 那当我们达到这个geomaps 那当我们达到这个geomaps的时候 我们需要点一下这个我同意使用的这个条款 那我们在这个地址上去选择一块土地 当你选好了这块土地以后的话 你需要点击啊你需要点击这个不同的这个啊我们管它叫这个地图的这个layers 我们现在先选这个asset这个layer 当我们选到这个assetlayer是我们要看这块土地是不是在洪水区的话 我们要看这个叫做catchment and hydrology 我们把这个点开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它叫overland flowpath flat prone area flat sensitive area flat plane和这些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一块地其实是不在这些上的 但是我们把这个地图简单的就是放大一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其实有很多土地是在这个flat plane 那上一期节目当中呢catch也讲过了 如果你是在有这些风险的话 你需要找更多专业人士给你做评估 那这样的话你在分割地的时候 你的费用也相对于会高一些 那这是怎样去看这块地是不是在洪水区 啊那我们把 那我们重新选定 那我们想看一看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块地 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洪水管道和污水管道 是不是很好的连接呢 那我们现在就要点这个叫做underground services 那我们先把这个啊先把它都按select掉 然后呢我们点开叫做underground services 我们主要这里看的话是这个wastewater和stormwater 那我们先看一看 那其实wastewater就是说这个红色的管线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一看这个 其实这个是这块土地上是这个有这个红色的管线 这个wastewater的 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个stormwater 这个stormwater是这个绿色的管线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看这个其实是在这块土地上 其实是没有 是没有这个 啊 是没有这个stormwater的 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连这个最近的这个stormwater的管线的话 是需要邻居同意的 也就是说在你分割的过程当中 如果涉及到这些问题的话 你可能需要你邻居签签一些文件 那在这也在你分割的过程当中的去增加了一些的难度 所以这个话也是你在买地的时候所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那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我的这个节目 当然了我并不是这个土地分割的这个专家 我在这里呢就是简单介绍一下你怎么去用这些网上的这些工具呢 你可以做一些初步的判断 当然了这个是不可以作为你买这块地的依据的 如果你要想做这个决定的话 我建议你去找这些专业人士 让他给你们出一个叫做feasibility report 也就是说他们会告诉你这块地是不是可以分割 都可以分割成多少块 而他的分割的难度呢是多少 那好那谢谢大家收听我的节目 再见拜拜